一个老鼠使破坏这么多国家队的荣誉 论坛至词上又忍不住再补一敲 经纪部长王美花这回狠怒 就是因为家里科技用大陆制口罩混冲MIT 鱼木混租完全不可取的行为 也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他做错了还要指责别人 还要怪东怪西 话讲得很重 毕竟家里科技是国家口罩队 中央还有补贴原料经费 荣喷布料原价市价每公斤800元 但家里等口罩国家队只需要半价 也就是每公斤400元就能购入 我不这样做 我的人员没有办法休息 我的人员 我会把人员累死掉 我除了能给他们钱以外 我不晓得我能给我员工什么东西 征用每天是19万片 那我们给他的荣喷布呢 就会大约是可以做到22万片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家里公司他除了交给这个政府之外 他有盒装在市场贩卖 家里老板跟经纪部双方各说各话 隔空战火力全开 我刚开始加入国家队的时候 我以国家队为荣 但是我做到后面 我以国家队为此 我最希望你把我踢出国家队 我不要当国家队了 他如果没有要证 他就不会被征用 那这个后果是厂商自己要负责 一句话后果自负 部长干脆直接除大绝 但最傻眼的终究还是消费者 陆制口罩混沖MIT 也让买了80盒捐给学校师生使用的家长会长非常担心 并不在乎他是是不是说 他是哪一个进口的 只是我们要打到他是医疗解 使命制口罩没把关好 家长会长喊话 政府应该说清楚 混沖大陆制口罩到底有没有防护效果 记者程序成为S&E小组台北采访报道